肺癌是发病率和死亡率增长最快,对人群健康和生命威胁最大的恶性肿瘤之一,近50年来许多国家都报道肺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均明显增高,男性肺癌发病率和死亡率均占所有恶性肿瘤的第一位,女性发病率和死亡率也刚需第二位。 日前,一个新型靶像药,公共了小规模临床试验数据,引起了夜内的轰动,一个全新肯瘤药,博奇奇的出现,为GFR和Q2基因的20号外闲子,参入出变患者带来了希望,我们期待更进一步的临床试验结果,以求更多新药的上市,为更多患者带来福音,作战内容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